2015年 中英關係進入黃金時代 回顧歷史 中英建交之路跨越重重困難 一系列問題上 都沒有達成最終的解決方案 所以才花了22年 反思現實 中英關係頻頻受外力影響 黃金時代是否提前終結 我們有五個安全關係 我們必須保持他們強勁和安全 因為美英本來就一家 原來這個特殊關係 這個就讓包括英國在內的 美國盟友等等 都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危機感 英國已經選擇了 英國聯盟離開國際聯盟 國脫歐本身就是英國 處於一種身份危機 你脫歐的目的不是為了自主嗎 後脫歐 後疫情時代 中英關係將如何破冰 《鳳凰聚焦》面向未來 中英大使及建交50年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鳳凰聚焦》 我是任任 80年前 中國浙江周山的漁民 曾經捨命相救 300多名李斯本丸號上的英軍戰俘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父親這批幸存者家屬 表示中英兩國人民 在二戰中結下的情意永不褪色 這段歷史 依然成為了兩國關係的寶貴財富 而今年又是中英兩國 建立大使籍外交關係50周年 回顧這50年 雙方以建交為新的起點 開啟經貿文化領域的密切合作 尤其是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 成為兩國交往的最重要的紐帶之一 2020年 英國超過了美國 成為中國留學生首選的目的地 有超過四成的赴海外學習的中國留學生 都選擇了英倫三島 今天我們以此為起點 為您展示當下中英關係當中的微小切面 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籍外交關係50周年 半個世紀來 中英關係雖有坎坷 但總體不斷發展 取得豐碩成果 中英已然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 而中英建立大使籍外交關係之路 卻是一場花了22年才完成的長跑 1949年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當時的外交政策是希望能夠 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但必須通過談判實現 195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認為1950年 美國國內交政策 會願意與其他國家得到國內 認識它 當然我會與西方共和國內交代 但是有些認識會很好的 當然有可能有些想法 堅持有關於英國的分別 和英國的分別 1950年1月6日 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首刻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 當時的國際環境的大背景 因為當時最大的 國際關係中最大的一個特徵 就是冷戰 兩大陣營的對立 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之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特別是美國和他的盟友 他們是不承認新中國的 那麼英國作為 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他在那個時間點承認新中國 其實是非常特殊的 1954年 中英互換代辦 但由於中英雙方就政治問題 未能達成共識 兩國關係發展遲緩 這也實際上 也就揭示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儘管英國他承認了新中國 但是他在新中國 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等 一系列的問題上 並沒有達到我們的要求 他依然在聯合國範圍內 就是支持台灣國民黨黨局 英國一方面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 另一方面又在聯合國投票 支持台灣國民黨當局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 英國國力漸衰 損失了其總財富的 接近三分之一 英國的黃金儲備 從戰前的8.64億英鎊降至300萬英鎊 英國在政治 經濟和軍事上 開始奉行依附和追隨美國的政策 英美特殊關係成形 美銀本來就一家嘛 原來這個特殊關係啊 英國人經常說要問這個 要看美國人這個明天怎麼做 先聽我英國人今天怎麼說 所以很多的一些想法 實際上英國是處於探索 甚至處於引領性的 它對美國有很大的影響力 20世紀70年代 世界政局發生轉變 中美蘇三角關係形成 美國對華的敵視態度 減趨緩和 1970年 埃德華西斯出任首相 英國外交政策也開始轉變 在愛德華西斯泰爾 英國積極對華關係發展 1971年 中英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席位達成共識 中英雙方最終也確定了 關於台灣地位的表述 1972年3月13日 兩國簽署中英 關於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 代辦升格為大使 那直至1972年 那個時候的國際大事 就是又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轉變 就中美關係正常化 既然中美關係正常化了很多 其實其他的問題都已經掃平了 再加上中國已經在聯合國 恢復了合法習慣 所以之前阻礙著中英關係 進一步走向正常的 這樣的一些障礙也被掃清了 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之後 中英關係穩步發展 各方面加緊合作 1999年 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的 中英教育合作聯合聲明 開啟了中英教育合作的先河 數十萬的中國留學生 成為中英兩國交流的橋樑和見證人 我叫Peter 今年在約克大學讀博士第三年 學的是語言學相關的專業 因為覺得就是學英語文學或英國 相關的這些專業都是來英國比較好 當時沒有考慮說去澳洲或新西蘭 或其他加拿大的 都覺得英國是最正宗的 語言的發源地所以就來了 這些是之前我們中國和外國學生 練書法的一些材料 像這個筆劃應該是某一個外國人 去練書法的時候寫的滿滿的一支 然後有一些中國學生就寫的這種 有個性的書法 還有一些畫山水畫的 像什麼樹葉啊雞爪啊 還有什麼流水啊 各種各樣的 好一些就是畫畫的就畫人像的 有一點中西結合的感覺 英國約克大學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現場 目前有三千多名中國留學生 這邊的中國留學生讀的專業各種各樣都有 比如說有的是讀歷史系的 有的是讀英語文學的 美國文學的 還有很多讀的是商科的 經濟的 金融的 法律的 還有什麼行政管理的 各種各樣的都有 就英國大學學費其實還是分了很多個級別 就有的學校特別好的 像我們牛津劍橋 像愛丁堡 他們學費會偏高一些 比如說在愛丁堡我讀同樣的課程 可能要兩三萬 兩萬多英鎊 然後生活費的話 在倫敦這種等一個月一千鎊 都租不到好的房子 然後在約克可能要七百多鎊 教育產業是英國經濟支柱之一 2019年官方數據顯示 英國教育行業年產值高達731億英鎊 約合6000億人民幣 帶動了全國約3%的就業人口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的最新數字 儘管受到疫情衝擊 在2020年到2021年 留學英國的中國學生 人數接近15萬 我當時挺多人就是一畢業 就出來英國再讀一個碩士 然後很多同學就去了什麼LSE 或者是去了什麼杜倫 謝飛 例子讀了一年碩士 然後就回國 隨著中英關係穩步發展 兩國的教育合作領域 也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 這是一所位於寧波的中英合作大學 有接近9000名學生 是中國教育史上首家中外合作大學 在中國 像這樣的中英合作院校越開越多 據統計 目前共有27個英國辦學機構 在中國設立了57個校區 未來還將有43所英國私立學校 在中國開辦 國際教育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不一定需要是有一個外國國籍 你才能接受比較好的經營教育 中國家長也是如果孩子才五六歲 七八歲 十幾歲 你不想把他送去英國 不想把他送去什麼外國其他地方 這樣又可以保持你的親子關係 又能接收到相對比較好的教育來說 是折衷了一個好的辦法 中英兩國在教育上的合作 為渴望深造培養國際視野的中國學子 創造了更多機會 我個人覺得國內的基礎教育非常雜實 特別是像樹林化 從初中高中學的那些 小學學的一些 其實程度非常深了 在英國的教育創新性會比較強 就是可以給學生有很多的一些自由度 發揮的空間 整個環境也是非常包容 我覺得這一塊是非常互補的 對 我感覺就英國學生 就特別多課外的活動 然後涉獵比較廣 比如說他們在大學期間 就可以自己搞很多學校的報紙 雜誌 電視台 去網絡直播 然後就搞得就像小社會一樣的 然後還有很多就各種社團的 2015年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 豐富多樣的活動分別在兩國舉行 讓雙方人民增進了解 並感受精彩分成的異國文化 兩國關係發展達至高峰 中英關係發展進入黃金時代 有些人稱它為了 一陣子中英文化交流年 中英文化交流年 一陣子中英文化交流年 更加密集合流年 更加密集合流年 中英的黃金時代 是英國政府自己提出來過的 2015年大維卡梅伦 他就在這個公開場合下 在電視上他就提出過 中英的黃金時代 這個也是當時他們英國政府 所希望達到的一個效果 他們還希望能夠 他們還自稱我們英國 要做中國以後 在歐洲最好的朋友 他們有這樣的構想 中英關係發展 本應該迎來黃金時代 後來卻出現了挑戰 以地鐵為代表的 英國基礎設施老舊 存在著龐大的改善基建的需求 這是中英合作的良好機遇之一 投入之後的英國 能不能抓緊與中國合作的機會 力爭做一個全球化的英國 而不是歐洲的英國 中英雙方相向而行 最大的公約數又在哪裡 下節回來 我們繼續 2022年3月30日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 維彥德與副院長賀志毅 辭任香港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 對英方施壓香港特區眾審法院 英籍非常任法官辭任 並藉機逼毀香港國安法 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英國除了屢屢干涉香港司法體系 中英在其他領域也存在衝突 華爾威 美国宣布制裁华为 随后英国宣布 自2021年起 禁止采购新的华为5G设备 同时计划在2027年底前 在5G基础建设上 全面禁用华为 制裁华为事件 给中英关系发展蒙上了阴影 有关禁用华为的决定 与国家安全无关 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操弄 也再次让世人看清 到处恐吓 威胁 挑拨 说威逼的不是中国 是美国 基于美英传统盟友关系 中英关系的发展 一直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 美国人不遗余力地说 中国投资这种港口 机场 大型基础设施 它背后有安全 华为背后有安全漏洞 还有后门 污名化 导致这个国家 就是造成一种恐惧 也好 造成那个 实际上以安全为理由 就更多的只能用美国的东西 美国说中国所意图颠覆的 不仅是美国 不仅是希望能够在 综合国力的竞争上胜过美国 而是希望能够在整个的 价值观意识形态上 胜过整个的西方世界 这个就让包括英国在内的 美国盟友等等 都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危机感 因此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到 拜登时期一直一如既往的 希望就是不仅是他自己 希望他的盟友们 也能跟美国一样站在一起 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 虽然中英之间有危机 但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日趋频繁 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文化关系已经成为 中英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们试图选 我们选择电影 中英两国文化交流 近年来取得不少成果 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也与日俱增 而近年来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 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已然成为英国文化的 一大亮点 我们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 什么留学生的学联 对他们有时候会办一些 比如说疫情之前 会办了一届华人春晚 就是有一些中国学生 一起去唱歌跳舞 然后就可以去给校长 还有各种约克视频 去观赏到不同的中国文化节目 中英两国都是在文化上 非常具有传统的国家 当然与英国的交往中 就可以看见 英国也是非常重视 文化上的交往 学院本来就疫情之前 都会举办很多活动 比如说像一些书法之业 他会教你书法 就很多中国人外国人 也会来学书法 这样你就可以边聊天边写书法 比如说在这里 之前就举办过一些春节 那个potluck 就是大家带一点自己做的菜过来 然后互相交换来吃 然后会在这个电视机那里 放一些春节的歌 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春晚之类的 2016年6月24日 公投结果出炉 过半英国选民支持脱欧 脱欧程序正式启动 英镑汇率逐渐下挫至 30年来低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年度平均汇率数据显示 2016年 每亿英镑兑8.9人民币 而2017年 英镑兑兑人民币下跌到8.7元左右 英国脱欧 当时英镑就插水 然后很多人都想去 趁着这个低位去来英国读书 当时申请还挺激烈的 就特别多人去申请的 2020年12月31日 脱欧过渡期结束 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共同市场 而脱欧后 英国面临出口成本上升 贸易下降 食品短缺 外国劳工出走等一系列问题 削弱它在全球的竞争力 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Opnium在202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86%的英国人认为 英国脱欧的情况糟糕 或许比他们预期的要更差 英国必须求变 拥抱更多机遇 做一个更全球化的英国 这17年的时候还挺好的 就是当时英国脱欧 他们当时就想做一个全球化的英国 而不是只要做欧洲的英国 所以他们当时对 比如说像来自中国和印度的 这些学生或者投资 还是挺开放的 中国脱欧本身就是英国 处于一种身份的危机 它也会进步地强化了 这样一个身份的危机 彻底离开欧盟 应该也是可以说是 娱乐之中的事情 离开欧盟不意味着 它完全离开欧洲 就是欧盟的单一市场 它离开了 所以它面临第一个危机 就是说它以前的 这个主要的贸易伙伴 主要的经济的合作 都是在欧盟内部的 那么离开了以后 它寻找这个欧盟的取代 这样一个地位 它一下子哪儿找去呢 有时候也会找到一些国内的方便面 酱料之类 但是在学校的超市没有很多 但是在约克镇上面的中超会有很多 2016年 首班由浙江义乌 开往英国伦敦的中欧班列发车 为中英贸易带来新机遇 尤其疫情以后空中 港口的运输严重速速 所以中欧班列是逆势增长 这个口罩 防疫物资 包括欧洲的这些啤酒 巧克力 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的餐桌上面 这本来是很好的一个 互联互通的一个条件 扭带 中英货物贸易额 中国由50年前的3亿多美元 增至2021年的1100多亿美元 中国已连续7个季度 成为英国最大货物进口来源国 从2020年其实中英的贸易额 也达到了924亿美元 而且去年2021年 中国成为了英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赶超了第二名的德国 和第三名的美国 除了物流运输 中英在基建方面 也有庞大的合作空间 2015年10月 中国广和集团购买了 位于萨莫塞特的 新克利角电站33.5%的股份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 中国投资者 以累计投资英国的商业 基建 房地产 医疗 及其他资产 合共价值达1350亿英镑 约合1万1000多亿人民币 这它很多的一些工业化 都老化了 基础说是老化了 像它的水务 像它的刚才讲 能源 交通 它都需要升级 中国现在在基础设施方面 无论是全种基础设施 还是新型基础设施 建造能力 运行能力 管理能力 以及互联合同的能力 都是超强 所以这应该是要 引进中国的投资 伦敦金融城 在19世纪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象征着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 而人民币国际化 为这个古老的地区注入新动力 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显示 2019年的第一季度 伦敦人民币日均交易规模 超过780亿英镑 约合6500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30% 目前伦敦已经成为香港以外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 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所以伦敦在为人民币国际化 仅次于香港这样的地位 但现在英国脱了以后 中国没有办法 更多的是支持了巴黎 这些都是英国失去的 这样些机会 2022年1月17日发布的 《英国蓝皮书英国发展报告 2020-2021》指出 虽然目前中英关系遭遇新挑战 但问题不是中英关系的全部 中英关系前景依然明朗 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金融像伦敦全球第一大 金融中心的地位 考虑代入首先就是要金钱 融资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一带路重要的一个内容 同时英国真正的治理过这个世界的 它是庞大的海外的殖民地 所以它的法律 它的语言 它的习俗 它的很多都是英文设定的 包括南亚 所以这个必须要跟英国人合作 它很多一些治理模式 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的 第三方市场合作 能够发挥中国的这种生产效率 和英国的这种远时力 在当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本来是应该很不错的一个 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 世界经济艰难复苏 中英关系 机遇和挑战并存 这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 他们可以说都可以很大程度地 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英的经济合作 对于整个世界 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因为两国的GDP 公民生产总值 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高 同样也表现在 就是两国的经济是存在互补性的 如果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合作的话 不仅可以促进整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可以起到一个示范效果 回望过去50年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中英交往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下一个50年 许多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挑战 正带包括中英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去共同面对 比如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应对气候变化 增进粮食安全 反对恐怖主义等等 中英两国手牵手 持续稳定地走下去 才是人类共同的福祉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任志 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 这样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